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年以来凭借作品出圈的九五后小花不再上述 先是赵露丝凭借且是天下和香灿烂出圈 成功继身九五花前列 于初心也凭借一部《灿烂诀》成功逆袭 塑造了一个爱苍生也爱艺人的神力形象 张静怡更是凭借一部点燃我温暖你出圈 让观众看到的那个面对爱情从不退缩 所向披靡的公主朱韵 这几位演员除了有作品刷屏外 库存剧也是颇受期待 张静怡目前在拍摄她从火光中走来 根据拍摄周期以及公开形成图来看 这部作品已经接近尾声 将于本月正式杀青 张静怡能凭借朱韵一决出圈 这和她辨识度极高的颜值 有分不开的关系 水热的眼眸清冷的气质 原生感十足的无关 让人看了就心生好感 和张静怡和作者男演员黄景瑜 也是一位实力男神 她传过多部证据 无论是霸总男神 还是制服男神 都辨识度极高 此次黄景瑜在她从火光中走来中 饰演的男主林璐孝 是一位掌握过人消防技巧 以及经验丰富的消防员 虽说都是消防员男主作品 但张静怡和黄景瑜志愿的 她从火光中走来 却迎在起跑线上 黄景瑜本就是国泰名案的正面男神长相 演技也算是可圈可点 张静怡虽说入圈时间不算长 但现在颜值辨识度极高 黑发红唇的泛拍造型 让人眼前一亮 不愧是酒后人气笑话 她从火光中走来 改编自《耳洞兔子》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拥有过人的消防技巧 和丰富的消防经验的消防员林璐霄 因缘计讳下 她被选中成为了一档 只在科普消防知识的真人节目的教官 林璐霄遇上舞蹈演员男主 多年前她从大火中救出了男主 虽然他们相爱了 但由于现实和职业问题 他们无法在一起 然而两人终于突破了许多困难 在携手前线的同时 他们也在各自的领域里大放异彩 让人们看到消防员在情感上的挣扎 以感叹她在面对危险时 选择逆光而行 黄锦鱼很容易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毕竟她在《红海行动》中的出色表现 令人惊叹 扮演一个硬汉 就像一个有很多荷尔蒙的男性神 身穿蓝色消防服务充满正义感 骑自行车带太阳镜也是一个很酷的人 有着充分的氛围感 这尤其令人惊讶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的配角这种也很豪华 男主角弟弟的扮演者是张灵鹤 众所周知 张灵鹤今年因为出演电视剧《苍蓝绝》的《长恒一绝》而大获 因为长得好看 但唱歌不好听 而被人戏称为 要颜值有颜值 要嗓印有颜值 这位新进的帅气男神 眼界是相当不错 将温润如玉的长恒 逐渐成长的一生 诠释的相当到位 这才引发大波观众心疼 圈粉无数 这次张灵鹤在《他从火光中走来》中 不仅是男主角的弟弟 也是女主角的好友 是一位归国的天才小提琴家 内心敏感 此前 张灵鹤流出的大衣路透就很出圈 没想到还有金贵感失足的西装造型 不过还蛮适合他在剧中的搞艺术人设 张灵鹤目前手上 只有一部和白露传的古装剧《宁安如梦》 但《真情侣》CP就是这部作品最大的宣传血透 此外 点燃《我问的你》中 《人敌》的饰演者曾可妮 也在《他从火光中走来》中 饰演女儿 制服造型英姿撒爽 让人眼前一亮 只是不知道两人在这部剧中 会不会再续贵秘琴呢 虽然飓风很是低调 耐不住观众对于这部作品期待值颇高 该剧从开拍开始就路透不断 先是稳息路透被曝光 从网友曝光的路透照来看 也是美感失足 而是雨中撑散CP感失足 那种救赎感 氛围感 相信到时候剧记里的画面会非常的养眼 还有一组照片是外面下着大雨 而他俩雨中漫步 也是CP感失足雨不停的下着 而他俩搭着伞一起前行 但是搞笑的是 从报告的路透图里看 大家发现黄瑾瑜是用右手搭伞 女主张静怡在她的左边 虽然黄瑾瑜用自己的左手揽着张静怡的肩膀 但张静怡 迷笑一半身子在雨伞的外面吧 这种搭伞就是无效搭伞 先动动脑子也知道 张静怡肯定会被雨水淋湿大半身子 而且公主帽子上的雨点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有才的网友还联想到 刚刚结局的点燃王温暖你 剧中是演男主李循的陈飞宇 和是演女主朱韵的张静怡 也有同成一把伞的剧情 下雪那场戏里 陈飞宇给张静怡撑伞的姿势是 右手撑伞 女主在男主的右手边 陈飞宇直接将撑伞的那只手揽住张静的剑 可以明显看到 陈飞宇有一部分身体在伞外 而女主一整个身子都在伞内 根本不太可能被鱼血打尸 也难怪被网友调侃 陈飞宇是偶像剧男男 黄锦怡是内鱼莽夫 值得一提的是 有小道消息传出 是因为这部剧的人设和黄锦怡太符合了 剧方一直不放弃 死个黄锦怡四年 现在终于如愿了 确实 黄锦怡外形气质 都与中国军人的形象十分符合 而且他一出道 就与其他小鲜肉不同 他长着一张魅惑众生 有正气的脸 独特的军警气质 注定了他的演艺道路 与其他大部分艺人会有所不同 也难怪被称为 在娱乐圈服兵役的男人 黄锦怡主演的《昏海行动》 《破冰行动》 《决胜时刻》 《爱上特种兵》这些 军警类作品都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这样他在这条特殊的演艺道路上 越走越稳 并用了一定的观众基本盘 他的形象 演技 可以说是天赋 但他能这么成功 也不全是因为天赋 还有自身的努力 以及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 《派军警戏》又苦又累 旧伤还没好 新伤又来了 打戏从不用替身 手指骨折了没时间医治 这辈子都只能弯去一个角度 破冰行动中 派打戏被砸 胸骨骨折 好长一段时间坐着站着 都觉得上半身垮垮的 派电影 墙袍腰花时 没带护具 被打得一声淤青 肉里面全是玻璃渣子 派电影 违和防暴队时 手腕的高药贴了好久好久 现在还不能太用力 后队时他与战友同吃同住了几个月 在电视剧杀青后 黄锦鱼不止一次的感叹 人要有大爱 还祝福国家和全人类越来越好 后来每次看见生气 都会不由自主的流眼泪 目前的演艺圈 能拍打戏的艺人越来越少 不少艺人调个威亚都需要提身 不像以前的香港打戏 拍戏全是自己亲自上阵 所以要更珍惜像黄锦鱼这样 能坚持拍打戏 不过找提身的演员 他们才是值得关注买账的演员 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打头阵 相信黄锦鱼和张锦鱼的新剧 他从火光中走来 也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 谢谢大家